今天我想对小学生家长和初中生家长说几句话 咱们通常关注高考的比较多,而很少去关注中考 但是2021年咱们中考有三大改革,必须知道 第一是,50%的孩子将读不了高中 因为今后中职或者高中的录取比率必须达到5比5 第二点,禁止所有学校或者机构去招收初三复读生 中考只有一次机会了 第三,中考达不到高中录取线,只能上职高或者技校 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相比较高考,咱们中考才是真正的依靠定中生 最关键的是,初中阶段的孩子没有自视力 自己还意识不到好好学习对自己将来意味着什么 再加上手机电子产品的泛滥很容易就会沉迷在虚幻的网络游戏世界 不能自拔,甚至很多家长都意识不到中考对于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咱们天天在谈高考,招考录取率能达到80%,而且能够无限次复读 而中考只有50%没有复读的机会 所以相比较高考,中考才是真正的依靠定中生 中考决定了你将来的朋友同学是快递员、厨师、货车司机 还是律师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工程师 所以从现在开始,对于咱们的普通家庭 要更严格要求孩子,少玩手机、少打游戏 必要的时候,给我家法伺候 中考很大程度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家长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 请不吝点赞